今天我們要來安裝淋浴龍頭 這個淋浴龍頭是之前前屋主留下來的 他的把手已經斷掉了 但是他還是可以使用 那這一間廁所是一樓的淋浴間 因為一樓的淋浴間我們目前都還沒有在使用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做更換 那我們二樓的淋浴間 剛好淋浴龍頭換過一組新的更新 舊的他也沒有壞 那我就想說把它清理一下整理 整理一下之後 那我就決定把它移到這個一樓這邊 把它做一個安裝一個更新 好在更新安裝之前 我們先到樓頂的水塔去把水的總開關給關掉 好那我們的水的總開關已經關掉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拆除這個淋浴龍頭 這個蓮蓬頭的管子也都壞掉了 你必須把它放掉 好那邊還有一點水 你先把它漏完 接下來拆除這個淋浴龍頭 就是要拆這兩個S管 正確名稱我不知道 我趁他會一直管 這兩個管因為太舊了 所以我們一定把它換掉 而且它這個上面的這一個開關 都已經翻不動了 我哥哥好厲害 我都不會甩 不甩啊 這個只是粉紅袋而已 不是用那個我應該不應該要出現 那在安裝新的龍頭之前 我們先把這個牆壁稍微清一下 然後新的 這個膜把它撕掉 把這個管子把它拔出去 小心這個會割手 在弄的時候很小心 然後我們要準備這個F-Shield 氣膠帶 紫水帶 這邊要裝到龍頭裡面 裝到這個管路裡面的這個火紋 纏上這個紫水膠帶 那至於要纏幾圈呢 這個沒有一定喔 我大概都是纏六到七圈 八圈左右 差不多就可以了 太多也不好 太多它會擠出去 這樣子 好 然後順時針的把它鎖進去 那鎖的時候我們先 不要鎖太緊喔 先把它含著 我們先用手轉 輕輕的轉 轉到覺得手差不多 開始有點緊的時候 就先等一下 先放著 然後接著我們 繼續鎖另外一個 好 一樣就是先彈著鎖進去 用手慢慢轉 轉到覺得差不多 開始有點緊的時候 差不多就先停下來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動作就是 要調整這個龍頭的這個螺 螺毛的一個寬度喔 我們先把它調到至中 這個很有趣 它這兩個 當初建商在做的時候 並沒有水平喔 所以如果你要量到水平 可能就是要稍微再調整一下 我們先把龍頭先裝上去 所以它現在如果這樣裝上去是 整個是歪的 好 那現在這樣是 你的水平的狀態 再差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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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就 目測的話就有一個水平了 那接下來就是 這兩個螺毛我們把它 選緊喔 把它選緊 再收張一次 再加進去 再加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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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 再加進 夾子 再加進 再加進 重新調味 過 再加進 鞠緊就可以了 這是新的蓮蓬頭 新的蓮蓬頭 新的蓮蓬頭下面這邊用手鎖上 好 上去好了嗎 好 然後上面這個之前的那個蓮蓬頭的這個架子 也壞掉了 把它拆掉 換上新的 我們有一個新的 那孔位可能不是很合 但是我決定鎖一個洞就好了 不想再鑽洞 鎖一個洞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上去樓頂把水打開 好 我們的水已經打開了 我們來試一下 好 OK 然後漏水 然後等一下就是檢查一下有沒有在漏水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的淋浴蓬頭已經算是整個安裝完成了 好 那 那結束之前我大概說一下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 淋浴蓬頭後面的這個 那個S的接管這個 它其實是有水開關的 它其實是有水開關的 所以你平常想要關水 如果你單純只是要換這個 龍頭沒有要動到這個 後面這兩個S型的接頭的話 這邊是可以直接 用抑制的把它順時針鎖進去 它就關水了 這邊是熱水 這邊是冷水 那為什麼我剛剛沒有這麼做 是因為這個 舊的這個 已經很舊了 它這個 開關都卡死了 都卡死了 所以我就直接想說把它換掉 那要拆這個的話 一定要把水的總開關給關掉 不然整個水會噴了整個都是 然後會一發不可收拾 好 那我們這個 淋浴龍頭DIY呢 就已經完成了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支持一下 按讚 訂閱 加分享喔 我是粉紅大王 我們下期影片見 掰掰 Albacete 謝謝 來吧 我們下期影片見 嘿